头部刚性骨骼绑定的前期工作 刚柔对比 柔性骨骼转头本质是通过扯动图片网格实现 转动幅度有限,超过预值图片就会畸形 而刚性骨骼绑定最大可实现360度转头,效果非常好 图片分层 这是我绘制好的头 我们需要把每个素材放到单独的图层中 并且对每个图层进行命名 遇到对称素材的时候 建议大家不要用左、右来命名图层 因为你的左对应着角色的右 如果角色在进行动作翻转的时候 逻辑就更加混乱 所以建议大家使用AB来区分对称的素材 在导入龙骨之前 注意检查所有的素材是不是都进行了三个化 并且确保每个图层的命名都是唯一的 没有设置图层样式和图层混合模式 直接将PSD拖入龙骨 第一个室材 Arrow